据说将枪管折弯后还能正常发射 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就曾设计出一款弯管步枪 可这样射出的子弹不会炸开枪管吗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金里决定将手上的这把步枪进行改造 看白弯后的枪管能否正常发射子弹 于是他们来到了射击实验场 并把步枪固定在台面上 然后将弹道凝胶摆放在枪口的正前方 而首先进行的是直线射击的对照实验 看在正常枪管下子弹的出塘速度是多少 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金里在防爆门后拉下了开枪的绳索 这时子弹迅速穿透了凝胶 并且在撞击玻璃后反弹再次击中凝胶 而高速相机计算得到子弹出塘速度为370亿米每秒 这种情况下击中人体一定会造成致命伤 可将枪管弯曲后又会怎么样吗 为了让枪管重新塑形 金里搞来了一台烧烤炉子 而他拥有五个饼丸喷气嘴 能瞬间将食物加热到几千度 之后亚当把拆下的枪管放入炉枪内 等加热到红热状态时 他们将枪管掰弯到了45度 紧接着迅速泡在水中进行脆火 因为这样才能保持之前的物理强度 然后亚当重新安装好枪管 并再次开始了测试 而当吉里拉动绳索的瞬间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子弹依然正常射出并击中了凝胶后的防弹玻璃 同时速度也达到了345米每秒 这样的威力只比直线射击衰减了7% 如果打在了哪个粉丝身上 绝对会有一点点疼 那如果继续增加枪管弯曲程度 子弹还能成功发射吗 于是他们将枪管弯折成了90度 如果这样还能成功发射子弹 那将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墙后偷袭敌人了 等亚当将枪支固定在支架上之后 他们继续抠动了扳机 这次子弹再次贯穿了凝胶块 并且子弹的出膛速度 依然达到了343米每秒 而这与弯曲45度时几乎一致 难道弯曲的枪管 真的不会阻碍子弹的前进吗 这时吉里认为当弯曲超过90度时 子弹将不能发射 因为子弹的出膛方向已激发时背离 并且他还发现当枪管弯曲时 子弹出膛后几厘米就开始摇摆 这就说明弯曲的枪管 严重影响了子弹的稳定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最终他们直接将枪管弯曲到了180度 如果这次还能成功射出 子弹将会首先击中自己 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随着几米的用力一拉 子弹奇迹般再次击穿了凝胶块 同时速度依然保持在每秒297米 而这样的子弹如果打在了我身上 我绝对一声都不会坑 所以即使枪管弯曲了180度 射出的子弹依然能造成致命伤害 据说在尿急的时候 扭动身体可以让自己坚持更久 并且我们在憋不住的时候 都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为了研究这样的方法是否真的可行 留言组决定献出自己的膀胱 首先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对照测试 三人在完全放干的情况下喝下两声水 同时三个时钟分别记录他们憋尿的时间 然后各自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并且中途不会采取任何憋尿措施 直到他们实在把持不住才能放纵自己 通过坚持的时间长短 就能判断他们在正常情况下的旁观性能 而在一个小时57分后 托瑞第一个脚械投降 但他那断断续续带有节奏的声音 让格兰忍无可忍 等托瑞一打开门就直接冲了进去 可让人惊叹的是 直到40分钟后凯莉才解放了自己 当她端着满满一碗新鲜渣皮出来的时候 两个男人对她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最终他们通过统计得到 凯莉比两个男生多坚持了40分钟 同时尿量也多了30% 那如果让身体扭动起来 憋尿的时间会不会更加持久呢 于是第二天他们再次进行了实验 同样是在膀胱排空的情况下 同时喝下两声水 而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将会按照各自习惯的动作来抵抗尿了 从而让自己更加持久 刚开始三人还比较轻松 但当尿意上头后 他们开始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 格兰咬紧牙关弯下腰控制自己的膀胱 而托瑞则用五字来转移注意力 只有凯莉似乎找到了控制的节奏 终于在一个半小时后 托瑞再次手当骑冲跑进了厕所 并且比第一天提前了半个小时 而20分钟后 格兰也没能把持住 比对照实验提前6分钟结束了实验 而凯莉依然优雅地扭动身姿 最终以延长了7分钟的成绩夺得了冠军 但实验的数据却出现了矛盾 扭动身体确实能让女生憋得更久 但同时也让托瑞和格兰的情况更加糟糕 为了得出确定性的结果 三人决定进行第三轮实验 而这次他们将使用精神与肉体放松的方法 尽可能地让膀胱的胀痛感从意识中排除 从而让自己坚持更久 当时间来到2小时05分 托瑞再次不争气地钻进了厕所 虽然相比前两次表现稍有提高 但依然改变不了她身体太虚的事实 40分钟后 凯莉以稳定的成绩结束了实验 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是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格兰这次表现非常威猛 相比对照实验足足延长了47分钟 所以对她来说放松是最好的应急措施 而凯莉的膀胱则天赋异比 两种方法都能延长编尿时间 至于托瑞 三次实验她都是第一个脚械投降 估计已经无可救药了 据说用赤脚从上千度的烫火上走过时 我们的脚掌并不会被高温烫伤 并且在美国还有这样一种舞蹈 这到底是有科学依据还是唬人的把戏呢 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格兰和凯莉首先找到了这方面的专家 企图以科学研究的名义白条这个独门绝技 可专家却表示并没有特殊技巧 只要按照正常走路的速度穿过就不会被烫伤 为此流言祖先用硅胶制做了两个脚掌模型 并在底部安装了温度传感器 当穿上模型走过通红的烫火时 电脑就会显示脚掌温度和烫伤的等级 接下来他们升起了一堆柴火 然后把通红的烫火铺在了地面上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凯莉穿着模型从烫火上走了过去 虽然此时的温度高达540度 但传感器却显示不会受到任何烫伤 因为木炭的表面会生成一层烫灰 而烫灰具有很好的隔热性 并且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走路时脚掌接触烫火的时间只有0.9秒 所以这也是不被烫伤的根本原因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是否真的可靠 刘延祖决定亲自上阵进行实验 本着女性优先的原则 托瑞和格兰强烈推荐凯莉第一个尝试 可当她壮着胆子走进火堆后 尽管感觉到了烫火的温度 但脚掌并没有任何烫伤 紧接着格兰和托瑞也相继走过了火堆 并且他们的脚掌同样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但三人都是经过专家的指导才得以成功 那如果换成毫无技巧的亚当 他的双脚会不会变成烤猪蹄呢 于是在三人的怂恿下 可怜的亚当开始冲向火堆 但慌张的亚当由于速度不快 导致炭火粘在了脚掌上 从而变成了烤猪蹄 显然赤脚过炭火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大家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据说枪支在太空中无法射出子弹 因为太空中没有燃烧所需要的氧气 也就不能引爆子弹里的发射火药 可看似有理有据的说法真的符合实际吗 为了验证真空环境下能否开枪 留言组决定借用咱们的天空空间站进行实验 但得到的答复却只有一个字 所以亚当只能用防弹玻璃打造了一个密封箱 实验时他们会把手枪固定在箱子的一端 然后将里面的空气全部抽出 以此来模拟太空中的真空环境 而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正常环境下的对比测试 亚当将子弹上膛之后 吉米按下了遥控按钮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 子弹准确命中了玻璃挡板 并在上面留下清晰的弹痕 接下来他们启动机器 开始将里面的空气排出 当仪器显示达到真空状态时 他们再次启动了遥控扳机 子弹真的会因为没有氧气而压火吗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次子弹不仅成功发射了出去 而且通过慢镜头可以明显地看到 开枪时的焰火比正常情况下更大 甚至在后来的计算中他们发现 子弹在真空中的出塘速度要快5% 同时在玻璃上留下的弹孔面积也更大 说明在真空条件下 开枪会更具杀伤力 这是因为子弹在这种环境下 没有受到空气的阻力 那么发射火药又为什么能在 没有氧气的真空中燃烧呢 有知道答案的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据说有个大聪明将二元炸药 塞进了后备箱里 然而在运输途中不幸遭遇追尾而发生了爆炸 可车辆的撞击真的能引爆炸药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流烟组来到了爆炸试验场 并决定用粉丝提供的炸药进行爆炸实验 而凯莉手中拿的就是流烟中的二元炸药 它是由氧化剂和催化剂两种物质组成 所以它们分开食物理性质非常稳定 可一旦混合就可能因为受到冲击而发生爆炸 为了测试这种炸药的破坏力 托瑞用狙击步枪进行了测试 他首先分别设计了氧化剂和催化剂 但子弹并没有使它们发生爆炸 随后凯莉将两种物质混合在一起 并重新进行了射击 当子弹击中罐子的瞬间 里面的物质发生了剧烈爆炸 之后它们又将混合的剂量加大了一倍 而这次爆炸的威力明显大了许多 为了验证多个罐子之间能否发生连锁反应 托瑞将混合好的炸药堆叠在一起 然后对最上面的一罐进行了射击 随着一团白烟升起 所有罐子几乎同时发生了爆炸 那如果在汽车的后备箱里装满这种炸药 爆炸的威力又有多大呢 接下来它们继续开始了实验 下面托瑞在地面挖了一个坑 然后它们将亚当新买的豪车栽进土坑里 而凯莉把23公斤混合好的二元炸药放入后备箱中 实验时它们会让几米的汽车从46米的高度砸下 这样就能模拟追尾时的撞击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它们躲在安全屋释放了汽车 虽然撞击的力道已经达到了最高限速的两倍 但里面的炸药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格兰认为撞击的速度还不够快 于是它们来到了火箭试验场 并决定用火箭推进器制造出史上最快的车火 因为它能将汽车加速到483公里每小时 如果这都不能引爆炸药 那么这个说法绝对就是扯淡了 但为了对比爆炸的破坏程度 它们将200罐炸药装进新买的汽车里 紧接着在安全屋按下的引爆按钮 3 2 1 当火光升起的瞬间 冲击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同时汽车也直接炸成了碎片 可见爆炸的破坏力是巨大的 但超高速的车祸撞击又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接下来它们将装有同等炸药的目标汽车固定好 然后把撞击的卡车安装在导轨上 并且用10根火箭作为动力 而它能在一秒内提供30万牛的推力 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它们在安全屋启动了火箭 3 2 1 只见一道火光闪过 虽然汽车同样在瞬间化成无数碎片 但并没有发出爆炸的火光 所以车祸是无法导致二元炸药爆炸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